今天是2020年3月24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五评节目 昨天晚上美联储是爆了一个大招 无限量的量化宽松基地政策 确实让市场感到了兴奋 虽然昨天晚上美国三大股指并没有出现强势的反弹 但是无论是昨晚的VIX指数表现 还是昨天晚上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表现 这些都说明了美国股市短线确实已经开始止跌起稳了 另一方面美联储的这个大招 也让市场之前担心的流动性问题一扫而光 我们看到昨天晚上纽约黄金价格是出现了一个大涨 所以今天早上亚洲股市普遍也都是一个大涨的表现 虽然护生四大指数今天上午涨幅都是只有1.5%左右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坏事 另外睽违了很久的北上资金 今天上午也是终于出现了净流入31.5亿 北上资金上午在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 出现净流入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不过从券商板块上午的成交量表现来看 短线我们认为上涨指数涨幅应该不会太大 大盘应该会等五日均线下来以后 再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动作 选股方面我们还是那句老话 可以抄底可以抢反弹 但是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仓位 因为今天上午35加涨停14加跌停的情况 说明了目前市场个股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现在除了抄底抢反弹这些短线操作以外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开始考虑做一些中线级别的布局 那么这是今天的五评节目 详细数据我们顺便室再聊一下 谢谢